大家好,我是在灣區中文網台 我是你們的台長,沈哲漢律師 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這宗新聞 就是一宗比較不開心的 我們三藩市灣區又失去了另一位亞裔領袖 這次是一個相當勤力和出色的公辨律師 他就是Jeff Adachi 是一位日裔的律師 中文名就是賀大喜 Jeff Adachi 在上星期五在三藩市的醫院離世 相信應該是心臟病發而離世了 享年59歲 我先講一講他的生平和一些生涯重要的事情 最後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人 個人對他的一些認知和了解 我對他的感覺 他是在湾區的沙加緬道長大的 小時候 他的家人就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當時就在湾區這裏 把所有日裔的人士都捉到營地那裏 所謂的interment camp 把日裔的人士捉到 所以他很小時候已經對社會的公義 社會的公義 是有一個很深刻的經驗 他很小時候已經經歷過被美國政府這樣對待 然後他就進入去U.C. Berkeley 讀四年大學 然後也是去U.C. Hastings 台長自己本身去讀那間法律學院 在三藩市的 在1985年就畢業這個法律學院 然後1987年就已經進入了三藩市的公辯律師行 公辯律師行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什麼是公辯律師 公辯律師就是當你是被人檢控 落案起訴 在一個刑事的案件裏面 而且你又沒有錢去自己請律師去辯護的話 政府就會委託一個公辯律師去代表你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公辯律師 在1985年就已經進入了三藩市的公辯律師行 然後就去到 不好意思是1987年 然後去到1998年就已經憑著他的努力 和出庭的次數 和打贏過官司 在1998年就已經成為Chief Attorney 差不多是最大顆的律師 是這個公辯律師行 然後去到2002年就競選 他的對手就是Camiko Burton 也是一個出身很出名的政治家族 但是Jeff Fadagy竟然競選 他在2002年就打贏了Burton 就在2002年正式成為三藩市公辯行的一哥 主要他就是公辯律師 在三藩市這裡 2002年 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他也是三藩市公辯律師 就是他是一個最頂級的一哥 當然我們在法律界的人士 當然是相當之尊重他 為什麼要尊重他呢 出庭的律師 最主要就是看看你的打官司的次數 和贏的有多少個案子 你打官司不是一個容易做的事情 很多律師都是不敢出庭的 我自己知道很多律師都是不想出庭去打官司 但是Jeff Fadagy 是一個真正的出庭律師 他經常都會自己處理一些謀殺案件 自己去處理 即使他的公辯律師行有超過100個律師 但是他很多時候都是自己親自上陣 最近一次就在去年的12月份 就有一宗都幾觸目的案件 就是有一名三藩市的律師 三十五歲 即是比較年輕的一位律師 就晚上出街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拿刀出街 這個律師拿刀出街 然後就捅死了一個無家可歸者 一個無家可歸者 當時都幾觸目的 因為這個律師就不知為什麼 會和一個無家可歸者發生一個爭執 然後拿刀來捅死了他 最後在去年12月份 Jeff Fadagy 成功地 把這個謀殺案件打掉 幫這位律師 三十五歲的律師 在12個陪審員之前 就把這個案件打掉 很多人認識 都會評論他的 人生哲學 就是把他的客人 擺在最頂級的位置 Client always first 然後其次 他很重視公義 社交平衡 三藩市的檢控官 George Kaskin 也走出來說幾句 就說 Dachi 雖然和他在工作上 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同意的 但是他們也保持緊密的聯繫 作為律師 其實緊密的聯繫是很重要的 即使你跟對方的律師 有很多事情 可能有一百樣事情 一百樣事情 全部都是不合理的 全部都是 大家不可以談得來的 但是也要不斷聯繫 因為你要不斷聯繫 然後最後才可以達到 一個和解的方案 很多時候 一位好的律師 是要不停地去交流 除了做律師以外 Adachi 也在政界 有做過一些成績 譬如 在2010年 Adachi 參與了 退休金的改革 2011年 他競選參盤市市長 得到第六位 然後在2016年 當川普成為總統那一年 他就在公辯律師行裡 設立了一個移民的部門 Immigration Division 找一些有移民背景的律師 主要的理由就是 因為他知道 特朗普會嘗試利用刑事的法例 去整走一些無證移民 所以他的辦公室 專門為這個 purpose 而設立了一個移民的部門 專門去幫這些無證移民 除了做律師和政界以外 Adachi 也是相當活躍的 他也拍過一些紀錄片 包括斬錄鏡和Defender 這裏開始 我要講一講 我自己對Adachi的個人的認識 我第一次親自見到Adachi 就是當我讀法律學院的時候 在Hastings 當時他來到我的法律學院 就是想展示他的紀錄片 就是叫做 Slanted Screen 對 那我就也帶了我當時的女朋友 我們還沒結婚 帶了我女朋友一起去看 做這個 presentation 他會介紹一下電影 為何要製造這套電影 然後就播給大家看 那我自己的深刻印象 就是去拍這套片 其實是想講解 為何我們作為亞裔的人士 在美國 是不能夠受到尊重呢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的媒體 尤其是電影界 就是不會放我們亞裔 在一些很好的位置 我們經常都會扮演 一些很醜陋的角色 一向以來 過去看回以前舊的Movie 即美國Movie的文化 都是把亞裔貶低的 所以他就拍了這個紀錄片 去記錄下這個不公義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留意 愛在灣區台長 以前都說過這個議題 那我自己帶我女朋友 去看她這個表演 那我女朋友 從女性的角度來看 她說覺得Adachi 是一個很sexy的人 哈哈哈哈 因為呢 作為我女朋友 是很少會稱讚其他男人 因為我們本身都有差不多 但是呢 她說見到Adachi 親眼看到她 作出這個表演 她知道為什麼 她可以成為一個很出色的出庭律師 因為她真的可以跟她的觀眾 達到那種的聯繫 她的觀眾是可以感受到 她那種的魅力的 OK Yup 而且我畢業了之後 有兩位法官 郭麗蓮法官和鄧曼斯法官 也都很強烈地推薦我 去這個公辯律師行 去拿一些經驗 所以我就花了半年的時間 也都去了這個青少年的法庭那裡 就去為這個公辯律師行 做實習的 OK 那我做的時候 我記得Adachi 就來過檢查一下 是不是 即是她作為Boss 去看看人有沒有偷懶 等等 那很多律師對她 都相當之尊重 是不是 而且呢 有少少怕她 怕被Boss罵 我記得她喜歡 在星期五下午 就來巡一巡 因為很多時候 你都知道公辯律師 始終都是一份政府工作 很多時候 星期五下午 很多那些律師 就走跪了她 所以Adachi 是很勤力的 他就會時不時 星期五下午 來檢查她 那些律師究竟是不是在做事 所以 我對她的印象 是相當之好 我自己本身 我想印象之中 我可能只是 騙過她的手 和她談過一兩次 但是呢 我是相當之尊重 這位亞裔的律師 那59歲 就走了 我覺得是相當之可惜的 就是我們 現在見到很多 我們灣區的亞裔領袖 都一個一個離開 那台長呢 是覺得 我們需要有更加多的接班人 好 今天講到這裡 Thank you very much